德國柏林至尊老活塑 增強記憶力暢通血管加強老婆活力 屈臣史有壽 三星電子作為韓國的龍頭企業 出口額約佔韓國出口總額的18% 在韓國經濟中佔有舉足輕重的地位 三星電子的收益甚至影響到政府的運作 去年三星電子因業績惡化 而未能繳交公司離得稅 令政府擔心稅收的減少 三星電子正式承認面臨危機 是在今年第三季的業績公佈之後 據三星電子10月8日公佈的 今年第三季度的初步統計數據 它的營業利潤為9萬1千億韓環 比第二季度下降了12.8% 顯著低於市場預期 當日雖然沒有公開半導體等 各事業部門的具體業績 但三星電子暗示了半導體部門業績減少了 三星電子作為全球最大的儲存晶片製造商 多年來不僅在新技術產品領域擁有顯著優勢 傳統產品市場中 也佔據著重要地位 不過 在營工智能引發全球半導體之春的今天 三星卻出現業績減少 這也是三星電子首次在繁榮時期出現業績倒退 在先進晶片方面 三星在未來發展的HBM 晶片開發上落後於SK海力士 和美國晶片製造商美光科技 而在代工領域則落後於台積電 此外 三星還出現有史以來首次工會大罷工 今年7月 因員工對工資及獎金發放不滿 三星電子最大工會發起了大規模罷工 這是三星電子創立55年以來首次工會罷工 在海外 三星電子位於印度 坦米爾羅都邦的家電廠工人 上個月因拒絕加薪方案罷工了一個月 據信 三星電子將財減部分事業部門的海外職員 最多30% 該計劃將持續到今年年底 並將對美洲、歐洲、亞洲及非洲的工作崗位產生影響 僅韻到就有可能裁員上千人 韓國總統室科學技術首席秘書長 朴雙玉 10月20日就最近出現的三星電子危機論表示 這個不僅是三星的問題 已在韓國科學技術界和產業界面臨危機的象徵 他說 雖然半導體作為國家基礎產業 為韓國富裕提供了巨大的動力 但同時亦意味著 是時候尋找新一代增長動力略 不僅在先進晶片方面 在傳統晶片領域 三星電子也面臨巨大挑戰 三星電子在公佈第三季業績的當日 還破例承認業績不佳的原因之一 是由於中共 他說 中國儲存企業通用晶片供應的增長 對三星業績下降產生了影響 以中國最大的儲存器企業長音儲存為例 在中共政府的扶持下 產量近幾年暴增 據野村證券報告說 長音儲存的月產DRAM能力 預計在2024年底將達到20萬片 佔全球DRAM產量約11% 雖然它的產品競爭力 不及三星電子SK海力士美光 而且由於知識產權問題 很難搭載在出口用產品上 但在中共政府的支持 有望在晶能手機 PC等領域佔領中國市場 這個對在晶片出口上依賴中國的三星來說 無意是一大打擊 去年在韓國的晶片出口中 中國的比重為36.6% 今年上半年為35.5% 韓國對中國出口的半導體大部分是通用晶片 而三星電子最近公布的半年報告顯示 今年上半年在三星電子總銷售額中 在中國的銷售額90%以上是半導體 另外中共的底價傾銷 已令韓國多個行業受到損失 大韓商工會議所對韓國2,228間製造企業進行了調查 結果顯示 27.6%的企業表示 受中國低價傾銷影響 對實際銷售、訂單等產生影響 42.1%的企業擔心說 雖然到目前為止沒有影響 但今後可能遭受損失 三星電子面臨的另一大危機是技術洩露 其中大部分洩露給中國 今年上半年 韓國半導體、電池等國家核心技術 83%被中共蝕取 三星首發監督委員會委員 李燦熙在10月15日發表的 《準監委2023年年度報告書創刊》始終表示 三星電子目前處於四面坐過 技術被洩露是原因之一 例如去年6月 三星電子、海力士半導體、前高層兼晶片專家 崔鎮飾 和前三星電子首席研究員吳某 因涉嫌向中國企業洩露三星電子核心晶片技術 20納米級DRAM工藝技術資料 被首爾警察廳拘留 另外2016年 三星電子前任部長金某受巨額利益誘惑 向長音儲存洩露三星電子 18納米級DRAM晶片工藝信息 該技術為韓國國家核心技術 金某不僅向中共洩露三星電子核心技術 還為中共挖角三星電子 及相關公司的20多名技術人員 金某已經在今年1月 被韓國控方拘留起訴 10月14日在韓國經濟人協會 邀請五名前政府官員舉行了主題為 奪回半導體霸權的韓國課題的特別座談會 與會者認為韓國半導體產業 站在十字路口而中共是最具威脅性的因素 他們認為是好像國家對抗賽一樣 展開的半導體競爭中 韓國為了延續領導力 需要政府的全力支持 前產業部長盛穩毛表示 中共只是今年就向半導體企業 投入了約3,000億元人民幣 美國決定向半導體和科學法支付527億美元 韓國有必要擴大目前的支援條件和限期 並提供補助金 以上節目內容取材至大紀元記者 吳歡心綜合報導 今次的新視覺聽新聞就到此為止 請記得訂閱、點讚 本節目粵語版部分內容 已加入大紀元的Patreon 也請大家多多支持 請多多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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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